一个新油田再次拉开了中非斗争的序幕 小马克思打算摇人来帮忙 我们中国外交部甩出了一句话 各位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中非两国在南海的主权领土争端 本质上就是利益之争 因为南海下面各类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谁拥有了主权,谁就有资格去开采 正因如此,菲律宾政府才会颠倒是非黑白 强硬地与我们中国争夺南海主权与领土 在这种背景下,前不久中海油又对外宣布 在南海深水层获得了一吨级油田 经过探测,开平南油田探明地质储量 约1.02亿吨石油当量 可以平均日产原油7680吨 天然气约0.52百万立方英尺 然而,原本这对我们中国而言是一件大好事情 但令人气愤的是,在中海油发布消息之后 菲律宾立马就有动作了 直接开始摇人 根据媒体报道,菲律宾驻美国大使表示 菲律宾正在寻求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以及其他盟友合作 开发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一直以来,由于技术和设备的落后 东南亚国家在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探测、开采 以及提炼方面都不行 菲律宾也不例外 因此菲律宾看到我们中国又发现了油田之后 也急眼了 干脆找外援来开发南海的资源 但问题是,这种做法 我们中国能够容忍它吗?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于是乎,我国外交部就甩出了一句话 有关国家在南海开发资源 不得损害中方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更不得拉拢域外国家插手介入 外交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的理解是 菲律宾想找外援 我们管不着 但是如果损害了我们中国的领土主权与海洋利益 那不好意思 我们中国绝不答应 至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你们自己领悟去吧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这种有点警告意味的外交辞令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这恰恰就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高明之处 通过外交警告 把事情摆在明面上来 这样一来呢 假如未来我们中国出手反制 那肯定我们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 那到联合国去 我们也不怕 因为深圳不怕影子协 可话又说回来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一直想找机会插手南海问题 现如今 菲律宾政府真的给他们了一个机会 美国政府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一旦西方国家进入到南海问题 以及海洋利益争夺当中 那南海的矛盾恐怕就会进一步加深 因为有了美国的撑腰 菲律宾政府也不会收敛的 它只会更跳 跳得差不多了 就该被收拾了 好 我们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